如果说大家喜欢看花的话呢 想在春天养一盆比较皮色好养的花 我现在呢就推荐大家入手一盆玛格丽特 当然了要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温度 如果说你们那边的最低温度呢 已经在10度以上了 这个就可以入手了 它呢是可以实现地灾的 但是呢尽量的不要低于10度 低于15度的时候就停止生长了 也就像你像广东地区的话呢 它可以实现地灾 尤其是福建啊 还有一些个贵州地区呢 都可以实现地灾 它的一个开花周期呢 我就给你竖一个手指头吧 叫一直开 它对于温度有一个要求 就是别低于15度 低于15度是不行的 当然了它是非常喜欢光照的 像那种开花类的呢 基本上都是喜欢光照 但是有一个点 就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就是很热的时候 然后高于30来度的时候 大家就要适当地控水控肥了 你可以想象这么一句话 就拿凉快拿单子 它就这样就比较容易度下的 其他的没什么 比较好养 大家在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尽量的不要让它积水灭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种木杆杆的 它是多年生的 在用土这一块呢 尽量选择松软透气的 很多的花友还会问到我一个事 我这个买回来的花 该不该换盆啊 这了那了的 您看它的一个根系 像这种已经长满了 就可以换盆了 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什么 就需要把表面的这个土 稍微去出来一点点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就行了 如果说你这样扒的时候 你感觉已经被根系锁牢了 你就不要再扒了 就简单的这么一弄 简单的往外一拿 因为上面的这个土呢 时间长了以后浇水 它有个毛细作用 会把大部分的一个矿矿物质都吸到上面去 也就是有毒的物质 大概的就稍微去一去 下面的这个根系呢 如果说你这样在保证不弄坏的前提下 你可以稍微弄一弄 也可以不弄 接着咱们就入盆 入盆的时候呢 选择一个略大一号的 很多花友在选择花盆的时候 不会选择大小哈 您就根据它的灌符来 根据灌符呢 一个是协调 好看美观 换一个大一号的就可以了 这个就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如果再大的话呢 容易产生一个积水闷根 当然呢 由于咱们的这个花盆呢 底部比较排水透气 外加上它的一个根系呢 是长得比较快的 这种时期呢 咱们做下去大概一比量 是不需要垫透水层了 好吧 这个就不需要垫透水层了 接下来呢 就直接加土就行了 用土的时候呢 尽量的选择一些松软透气的 我们家也有卖这种进口的泥炭土 直接加进去就好了 然后呢 把这个直接做进去 接下来呢 就是塞土 塞土的时候呢 还是不要埋得太深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是最妥的 之后呢 如果说你嫌它裸露的比较难看 您可以做一个扑面 就是比较美观嘛 就像很多的话说 我为什么要做扑面 做扑面就是为了美观 其他的没什么大事 还有一个呢 不让大家埋得太深啊 是它的根系是往下生长的 你上面埋得那么深 它只会焖 就会产生一个焖根 别的问题不大 像咱们这种入盆啊 就是可以加肥料的 肥料呢 你可以在半土的时候加 也可以放到底下 也可以等你像我们这样 换完盆以后去加 尽量的去选择缓式肥 当然用肥的时候呢 还是建议大家选择这种缓式肥 因为咱用到的这种泥炭土 就是有机制了 就没有必要再去加洋肺了 你就不嫌营养过剩吗 可以稍微多放一些 就稍微扒拉扒拉 给它放到边边上就可以了 浇水的时候呢 它的肥力会顺着下去 这样就OK了 一百天一回 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就偶了 当然想起来的话 你还可以再用一些花多多二号 之后呢 就是给烛光照 正常的去养 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 这种换盆是不存在缓苗 这一说的 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 每天早上十点半都有直播 可以来我直播间 咱们也有瘦 好了 我说了花衣 养花最重要 一篇关于马格丽特的一个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好了 我说的一篇关于马格丽特的一篇关于马格丽特的一个养护